记者庄世贤台北报道,台湾护航插旗进军菲律宾市场,台湾护航将于今年12月1日开航桃源,台湾护航将于今年12月1日开航桃源,台湾护航目前飞航的东南亚地区航点,进泰国的曼谷朗曼机场,每日飞航一班,速物航线开航后将成为台湾护航东南亚地区的第二航线, 亦是进军菲律宾市场的第一个航点,届时台湾护航将有20个航点,27条国际航线,旅客规划旅行计划更多元,便利,速物是菲律宾第二大城,拥有丰富自然资源,其百余个岛屿清澈美丽的海水与沙滩,以及丰富的海洋生态,一直备受潜水客及爱好海上活动者喜爱。 海洋资源优势之外,速物也拥有山谷,山脉天然美景,进而开发出许多修监设施,是广受旅客青睐的景点。 此外,今年速物机场新航站落成启用,其设计以弧形木制屋顶是其一大特色,还有底砖上速物出产的贝壳,浓浓南洋风类让来自各国的旅客体验速物独特风情。 台湾护航将于今年12月1日开航桃园速航线,是其进军菲律宾的首航点。 台湾护航提供,庆祝桃园速航线开航,台湾护航推出机票优惠,票价单程未税1099元起。 台湾护航提供。 台湾护航定,庆祝桃园速航园速航。